这峡谷后面就是白骨国了 快 公主特命我来迎接你 大法师 你们终于到了 此番重遇 不知大法师可否留下为我解禁 我们此行身负重任 不以耽搁 公主千方百计帮我留下 不会是有别的局限吧 小语 少哥哥 我好想念你 好想念父王 你最近好吗 很好啊 我身边有一群很可靠的伙伴 相信我们一定能够顺利到达比肩 小语 千万别去比肩 否则就会变回永恒之火 不复存在 如果牺牲我就能拯救苍生 那也值了 别傻了 众生的苦难跟你有何关系 个人幸福 怎么会比天下苍生重要 你的幸福当然比他们重要 众生始终都会消失 只有你和我才是永恒的 你不是少哥哥 你是谁 我 是从远古时代 就和你结下缘分的神祖 你是 是 原始一尊 小语姑娘 跟我走吧 啊 嗯 竟然还有人能闯进来 看来 他们之中也有擅长法术的 小语 小语 快醒醒 你的梦境被入侵了 快把他赶出来 快把他赶出来 这家伙是谁 人是一尊 小语姑娘 跟我走吧 这伙人是让你去送死的 闭嘴 你在梦里冒充兽 哥哥又骗我 简直无情 哇 你个不要脸的 天界三尊之一 竟然如此卑鄙 简直跟妖魔鬼怪无异 而我的职责 就是斩妖除魔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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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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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语姑娘 既然你不从 我只好亲自动手 龙魂 龙气 小语姑娘 怕得不过是无核之重 根本保护不了你 别小看他们 出了面对怎样的绝技 我始终相信大家 小语 我不会突破你的 这么一用 还是要本大爷出手 天雷召唤 大攻击 他的身体怎么滚快的 这是他的原神 并非本体 管的是什么 吹我一万 还 乱使御尊 暗魂会散众 魂回去吗 这不 永恒之火 始终是我的 你们跟我作对 就是死路一条 老子为之吧 解决了吗 他的真身还在别处 他能随意入侵任何人的思想 以后 大家都要保持警惕 别让他有机可乘 总算见面 他们之中 似乎有我可以利用的人 帝是天 外面情况如何 暗影大军 仍在天宫作战 到目前为止 战况不利 不利 光魂天神的抵抗 比预期要顽强 只好请教祖提早出关 指明方向 无妨 游戏才刚刚开始 我喜欢你 你 你要做什么 你内心有求而不得的欲望 你渴望那个人的关注 你渴望拥有他 甚至宁可得不到就毁掉 对吗 是 没错 那要怎样 别害怕 我喜欢有欲望的人 并且我喜欢帮助别人达成欲望 我体察所有痛苦灵魂的呐喊 并给予回忆 接受他 无必克制 没有边界 才叫自由 释放你的内心吧 第一次接纳真正的自己 都会流下喜极而泣的眼泪 你们的每一次随心所欲 都是遵循自由的意志 对 没错 自由是高贵的 那就随我来吧 另外两位尊者仍在沉睡 再没有人能阻挡我 假如暗影 实在太美妙了 暗影们向那边汇聚过去了 是听到某种呼唤吧 是原始御尊 这场暗魂之乱的始作俑者 也是我们天界的创造者 广木天王 伤势如何 齐齐小伤不足挂齿 倒是这帮暗影又在搞什么花样 他们这是在重新集结 准备迎接他们的教祖 这股力量才是真正的对手吗 陷入混乱 就从你开始 行悟空 这傻伙 在我沉睡期间 竟出现你这样令人赞叹的大妖 我喜欢你的为人 你曾经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自由 你曾经不受约束 喂 可本大爷看不惯你 因为你太弱了 是吗 你很有趣 但无论如何 你站错边了 你到底能怎样 要打就打 随时奉陪 你倒作也太强硬了 我们下车 你不需要 Engagement 你不需要 解决 吸水 扩子 闢 吴 你有 大臭屁 祁福虽然灵活 但硬看大叔 就是自取妙儿 有石中出生的你 死后变回石头 也算晒终了 孙悟空 你的特质不适合加入我 只有将你抹去 大妖孙悟空 就这样被终结了 如何一心追求力量的皮沙门天 我没有令你失望吧 我这双手能够改变任何生命的本质 给予新生 或是造成灵魂 终于见到你了 伟大的院士一尊 啊 是你 我一直无比期待这一天 好当月向你表达敬意 是吗 但我从你的内心看到 你期待的只是见到我后如何取代我 不过教祖 是不会建议别人心存不尽的吧 毕竟 我也想失掉你 那就把你们的不尽 都收起来 灵魂 灵魂 永远守在心底 暗影就是无拘无束 这是教祖怪使我们时说过的话 我等暗影天神响应教祖号召 竟已全部汇聚于此 那就是一切毁灭破坏的源头 原始欲尊吗 走吧 总要打个招呼他 你们每一位 都曾贵为天神耀眼瞩目 但也曾坠入黑暗受尽折磨 我于痛苦的深渊找到你们 其余心声 为的就是创造一个彻底自由 没有规桥的天际 如今 暗影天神要纠正以往 我们理应索取更多 随心所欲 随省而为 因为我们 是众生的顶点 顶点 顶点 暗影 势不可挡 我们要挑起战争 暗影天帝 你总能明白我的心意 往后暗影天界 仍由你来领导 我们要摒弃过去天界低调的作风 放下慈悲 龙族 龙族 夜叉 阿修罗 任何种族 世间一切 都要彻底沉浮在我们脚下 暗影天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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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风 他们印刷 有变化 溼车 看来 还是要先塑紧眼前的障碍 那你们的障碍可不好对付 哎呀 поэтому 火 ờ mi 我们竟用这样的方式见面 创造了天界的古神 元氏玉尊 但同时也催生了暗魂 令天界几乎毁于一旦 上古时代的脑子就是捉摸不透 能干出暗魂这种蠢事 你们也是天神 真的要对他动手吗 称皇称孔 你们自是惶恐 对三尊动手是大逆不道 现在我以先祖的身份 将你们逐出天界 我们要成游民了吗 不会吧 别乱说 你的确是天界的十足 但先辈不代表就是引领者 后辈也不意味着是追随者 我们追随的是正义 何况 我相信驱逐我们 并非三尊一致意愿 否则 为何不见其余两位 你没资格过问 既然你们不愿体面离开 那就动手吧 既要反抗 又碍于传统和卑微的身份 不敢动手 就是这样毫无意义的调调逛逛 让你们束手束脚 就让我再一次引领你们 进宫 欲尊老爹 将交赏你 不必可解啊 这是 奸蝉脱俏 你竟然没死 我这个人呢 就是看不惯别人装腔作势 但凡见到 都忍不住要 张一杀 被狱尊也敢戏弄 放肆 想打败我可没那么容易 看不 草原地放肆 如此量力 我已干净了你的脑袋 杀人 被狱射 谁个反正要我 情人 伤了我 我那么精心保养的身体 我可原谅 你 我果然没猜错 人睡千年的上古之神 神力纵是强大 但未必能适应现在的环境呢 不用害怕 所有天神们 跟随我孙悟空 躲上吧 不知天高地厚的妖物 我只有将你们全部抹除 战斗始终是无法避免的 所有天兵 全力迎戏 太好了 解决一个 无几 倒不是弱者 只可惜都将化为尘埃 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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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救命 差点忘了 还有一只臭猴子 那你可要记好了 最后打败你的 就是半大爷 超人冲击 十心忘想 冲击警 斬暴 又一股强大的神力将领 那都是 光影之阵已持续了无数 责任全在我和原始玉族 该由我来亲自解决